孟子说 所以孟子最后就说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孟子就说 你要求学问不是指在文字上 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放下来 求其放心而已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放心呢 他就几个例子了 人 人心 你看这个人 旁边一个人 这边是不是两个人 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哦 这是一个人嘛 人字边嘛 然后两个人 为什么两个人 一个是真的 一个呢 假的 真的就是灵性 假的就是肉体 所以 儒家把人 这个字 也就是他最高的境界 那真人跟假人 合一了 才能成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 好 什么完整人格呢 人心 人 人心 人到底是什么心呢 意是人路 是什么路呢 舍其路而浮游 舍就是你不走 义的路 不走义 舍其路而浮游 浮就是不的意思 不 所以有时候啊 人家会骂说 你不是人 那你会不会生气 为什么 不是人是什么 好 两级 不是人 那就是佛吧 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如果你把它认为你不是佛 那你就是畜生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不往好的 不是人就是佛 所以佛 把它加一个人字 就变佛了嘛 所以佛也是人做的 畜生也是人去做的 就差在哪里 心啊 差在你的心啊 所以你看哦 人人心也 意人路也 舍其路而浮游 就是说 你舍掉意的路 不去走意 有意义的事的话呢 放其心而不知求 你的心啊 已经跑掉了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 人有机前况 择之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 读到这一段啊 后学就回想 我们很小 小时候 我们都住在乡下 那乡下 那乡下是不是有 种树 种竹子 竹米 竹米 就是种很多竹 就像现在的弥勒山 各位如果到弥勒山 你的眼光把它看到最远的地方 最高最远的地方 是不是有竹子来作为我们的界限 你们有没有发现过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以前也没有说 现在申请丈量我的土地 以前没有 界限 就是用竹子 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都会住在乡下 那养鸡 养鸭 养猪 养鹅 这些都有哦 那后学妈妈很会养鸡 然后每次都养十二只 可是很奇怪哦 都有一只会剖脚 一手啦 就是十二只 一定直接摆脚 那只有一只脚就这样歪出来 很奇怪 每一手啦 就是每一次养鸡的时候啊 就是 就一定有这一只 后来求到以后啊 就不敢再养了 那个心不安啊 所以每次啊 到要吃饭的时候啊 就用粗汤 加一些什么 粥 瓶 含籍 对 就是这样子哦 挖挖勒挖捷 然后妈妈就 啾 啾啾啾 然后这个鸡 听到这个声ring 就是要吃完 从竹砾巴啦 树下 就通通跑出来 那跑出来以后 会不会算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少一只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就到处去找 听到声音 原来那个跑出来了 你看哦 人有机前晃 择之求之 你花现了 少一支 你会怎么办 择之求之 花现了赶快去找 求就找嘛 有晃心而不知求 我们人的心晃了 而不知求 这是一个什么 很悲哀的事啊 养鸡养鸭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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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像不像啊 像哦 因为妈妈那个时候发现了 赶快去找 少一支 我们就写妈妈的声音 咻咻咻咻咻哀哀哀哀哀 就这样子吧 跟着去找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就会把他们赶到有一间 写个什么 六处 六处 就行翁 鸡呢 就跳到上面去 压根额 跳不上去 就在下面 古代就是这样子吧 好 花现了 怎么样 赶快找回来 择之求之 那人有心晃而不知求 这是很悲哀的事啊 所以孟子告诉我们 学问之道 无他 没有别的了 就是求起晃心 好 我们失掉了什么心 跑掉了什么心 你看哦 好 什么叫做理 归归己己的态度 什么叫做义 正正当当的行为 什么叫做脸 清清白白的辨别 什么叫此 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所以做错事 不是耻辱的 去忏悔 切切实实的觉悟 就是你要改变 年清清白白的辨别 所以君子爱采 取之有道 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嘛 那你看哦 礼义廉慈 国之士为 叫做士为八德 士为嘛 国之士为哦 叫礼义廉慈 那我们现在看 人嘛 人心 我们人的心 要存 要不要存这些 要啊 可是有没有跑掉 有 修道就没有 找回来 你看 择之求之 所以透过静坐 把你的礼义廉慈 透过静坐 把你的真人 你的心找回来 不要再晃荡 你看 养鸡养鸭 都会去找回来 可是我们人的心 你看哦 你在道场上 久而久之 谈主也当久了 事情也做多了 有没有功高 有没有我慢 有没有瞧不起人 如果有这些 找回来 失掉的 找回来 佛陀 有人问佛陀 你透过修行几十年 得到什么 佛陀说 我没有得到什么 我反而失去了很多 那佛陀 他就说了 失去了什么 他失去了愤怒 失去了忧虑 失去了悲观和沮丧 失去了焦虑不安 失去了自私自利 失去了贪嗔痴 山毒 失去了无知习气障碍 失去了老和死亡的恐惧 这些都失去了 抖一抖 你看那个狗跟那个动物 淋雨下雨 那怎么办呢 抖一抖 所有的灰尘 所有的不就掉落了吗 那我们有没有常常抖一抖 我们不用抖 那我们用什么呢 静心 静坐 进入了三宝的领域 进入了无知真经的领域 你自然责之求之 把这些抖掉 不该我们的 不要 所以名利恩爱 酒色财气 把它拿掉 拿掉以后 你自然的 这怎么样 有安佛堂的初一书 有没有插佛灯 有 那当你的佛灯插完了 有没有亮起来 一样的 那我们的心呢 一样哦 要用三宝心法 每天好好的去静坐 好好的去省施 所以为什么每天拜乡的时候 有个贵独宴唱吻 不是当作歌唱了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哦 当你拜到 环戏佛堂 颠倒错乱 忘其祖师 赦罪容宽 不是练过去就好了 你今天做了什么事 有没有跟人家吵架 虽然没有用嘴巴吵 可是用心吵 气他恨他 有没有 所以当下你就得忏悔 这才叫做 真餐实修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获得大地 慈欲 以良知来办到 以良知来处事 以良知来说话 这其中是敬 是爱 是成 没有嫉妒 仇恨 没有失心 贪欲 当下就是知智 大学不是告诉我们吗 大学也知道 在明 明德 在心明 在旨意 自善 知子 而后有定 知子 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德 物有本末 事有宗事 知所 先后 则 尽道义 所以大学告诉我们 知子 要指在哪里 指在闲关 指在你的自性 要清静 要清静 所以晃荡的心 要把它找回来 不要在外面去流浪 这是老前人词别我们 要以良知 良知 良知来办到 处事 说话 这其中就叫做敬 爱 成 所以安东加训 哪六个字 好 孝涕词 成 敬 信 所以呢 后学说 我们最敬爱的 厚德大帝 高瞻 言主 把整部的 中华 五千年的文化 奄言流藏的文化 浓缩成六个字 孝涕词 成 敬 信 包含在其中 我们只要把这 加峰 六个字 做好 你就是一个 完人 不是完蛋的人哦 完整的人 完整的人 好 好 好